是否体型越壮,脂肪越多的人越容易在荒野生存下去呢? 这是很多人都有的疑问 普通地方靠技能,极度坚强的地方看体力和脂肪存储 这是没错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新人蒂姆史密斯很有迎面 至少从他的体型来看,他不会输给其他瘦弱的人 即使100个小时内不吃东西,他的脂肪也够生存消耗 所以他很适合这种生存游戏 他一生都生存在东北地区的森林里 因为他是一名猎人,不受者,还是一名注册的缅因州向导 他创办了生存技能学校在东北部地区极富盛名 作为一名丛林生存大师 他觉得自己能在这个游戏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面对主动找上门的乐子,小队自然不会轻易放手 当然,他们更想看看著名生存大师的风采 马特和杰克特里在丛林当中做了掩护准备 他们打算就地解决掉他 让他的录音生活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特里拨通了蒂姆的手机 再次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100小时生存挑战 蒂姆恨不得双手双脚赞成 被问到能不能坚持5天不进食时 他自豪地表示自己曾绝食过11天 有8次绝食过7天 如果问起冬天的抗压能力的话 那更不成问题 因为自己每个冬天都会在零下40多度的地方 穿雪鞋,旅行两个星期 即使被问起没法睡觉该怎么办 蒂姆也觉得并无大碍 自己有两个孩子 自导他们出生以后就没再好好睡过觉 了解完基本情况后 特里表示他合格了 但被蒂姆问起游戏何时开始 特里嘟嘟囔囔了一句话 就挂掉了电话 此时马特和杰克已经潜伏到了蒂姆身边 他们准备了弓箭和炸药 准备要搞事情了 马特对准迷惑中的蒂姆脚边射了一箭 炸药立刻炸开 把他吓了一跳 接着另一边的杰克扔出了烟雾弹 杀时间 四个人从烟雾当中走出来 用绳子套住了蒂姆 蒂姆被吓得不轻 条件反射地抡起了斧头 正当他要劈下去的时候 特里开口拦住了他 这不就是你期待的游戏吗 现在正式开局了 蒂姆蒙了 这游戏难道都没有预备时间吗 他想玩这个游戏 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四个大汉把他团团围住 让他张开臂膀接受搜身检查 在他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个防水盒和一把刀 以及一些线和手表 还有一个奇怪的玩具假牙 除了假牙外 所有的东西都被小队拿走了 克里斯给他戴上头套 让他能有更沉浸式的体验 还问起他关于寒冷 肌肉和疲倦的看法 蒂姆表示 自己在这些环境下会乐在其中 看来又是个无敌猖狂的新人 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材实料的大师 还是习惯口嗨的嘴强王者呢 为了给他个下马尾 小队将他带到了北极拳以北的地方 这里高峰耸立 极其寒冷 他要面对极端的海拔和零下的温度 虽说这里还不算是真正的地狱 但也绝不是个天堂 蒂姆等他们走后 火速摘下头套 查看环境 这里冰雪覆盖 方言望去除了积雪就只剩石头了 他感觉这里离自己的营地很远 八成离罗德岛州也很远 他很熟悉丛林生活的技巧 但很遗憾 这里离森林还有一段路程 还需要自己找到下山的路 为了充分体验出小队的人文味和人文情怀 他们特意准备了救生包供他使用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便是那艘奇怪的船 这是一种古老的船型 可以叫做小圆舟或者牛皮船 他可以把船弄破做双血鞋 也可以把它烧了取暖 当然 他也可以把它拖下山 找到有水的地方再使用 相比起冰川送船的捷克 马特的礼物显得人情味更重一些 他把蒂姆的斧头还给他了 因为他很好奇 这个擅长伐木 使用斧头的大佬 如何在这冰天雪地 开发出斧头的最大价值 接着蒂姆还在救生包里 找到了一辆独轮车 理想状态是 他能在两山之间找到一根绳子 然后用独轮车骑过去 但这想想就觉得很离谱 这辆车和节测剂 都是约翰放的礼物 也是对蒂姆专艺知识的考核 如果他足够聪明 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他一定会知道 这些东西其实可以组合起来使用 蒂姆的新手大礼包 对比其他挑战者来说 过于庞大和富足了 里面还装有风筝 滑雪服和头盔 看来大家都格外照顾 新来的这位兄弟 蒂姆觉得救生包里 最有用的东西 就是那艘小圆舟 因为他可以在有水的地方 变成船 没水的地方被当作帐篷用 所以他无论如何 都要把船带走 他用木条给船安上了宽背带 这样就能顶在头上赶路了 此时 他在挪威北部 白雪覆盖的峭壁上 他必须尽快离开 这个寒冷的地方 往北有一个生态度假村 需要向上爬300多米 才能看到村庄 如果他往东走几公里 穿过瑞典国境 那边是更难走的艰险地形 往南走的话 最近的小镇也有64公里远 西边有一条山谷 通往伐木道和河流 沿着河流走 能在40公里外的地方 找到一个小镇 地幕看了眼四周的环境 三面都是山 只有一个峡谷 那就选峡谷好了 要不是有地心引力 他觉得自己可以 直接跳到那座山上去 更不用现在 慢慢赶路下山 地幕并不清楚状况 但无疑 他选择了一条 最合适的路 可这并不意味着结束 只能说他选对了方向 勉强算是成功了一半 他选的这条路 整个下坡都是缓坡 而且积雪厚度不一 雪下是混乱的石头和洞穴 着不注意 就会把石头卡住脚 或者扭伤脚踝 他只能看准了步子 才能行走 再加上雪中行走阻力较大 护腿会渐渐湿透 身体素质和体力 都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最终可能体力不支 无法提高效率 体力最强盛的马特 就常吃过这样的亏 看到健男行走的地幕 他深有感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他被投放的时间是凌晨两点 天空非常明亮 让人分不清白天夜晚 在不知道时间的情况下 人们很容易按照传统经验 看天色办事 这就和地幕一样 陷入无尽的白昼中 不知事实进退 他走了整整一夜 只勉强吃了一点血补充水分 他想看太阳分辨方向和时间 但很可惜太阳一直在天上移动 根本起不到任何识别的作用 就无形中剥夺了 他的睡眠时间和体力 好在地幕感觉自己累了 想要休息一下 才避免错误持续下去 他找了一块大石头 用船和独轮车 打了一个庇护所 随后他拿出 截测剂和独轮车里的制动液 并取下了船上 无关紧要的木板 等两种化学试剂 产生化学反应 就燃起了火 这下他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小队看着他睡觉都高兴坏了 忘了谁出的馊主意 要凌晨两点加班 把他送到挪威去 为了看守地幕 大家都在颠倒生物中加班 现在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了 和地幕刚睡下三个小时就醒了 看到仍然是白天 他猜测自己在北极圈北部的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但他的心里只有赶路的念头 但他并不知道 此刻睡眠不足 已经对他的身体和判断力造成了影响 这种感觉 就像是喝醉了一样 变得神情恍惚 地幕戴上头盔赶路 希望能走得更快些 他听说这山谷以前有很多盗马贼和偷牛贼 他现在一个都没有 自己还得负重前行 走了很久的路 地幕才走出积雪覆盖的地方 他终于可以背着小圆周 像个忍者神龟一样赶路了 又趴在地上摘了一些盐膏蓝莓吃 当小队的大家还在推测这种莓 能不能吃的时候 他已经累得筋疲力竞睡着了 醒来后他开始继续赶路 过去的三十个小时里 他只睡了七个小时 而且到现在 也没有停下来准备过夜的打算 他走了接近四分之一的路程 才完全走出雪地 来到了他擅长的丛林环境 他觉得自己好像过度劳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 所以他砍书坐床 准备睡个大觉 又是没日没夜的行走 又是砍书搭床 累得不心的他 只用了十几秒的时间便睡着了 再次醒来是两小时后 他起床找了一些蒲公英和醋蒋草 做早饭 没有时间概念的他 一直赶路消耗体力 除了短暂的一两个小时外 几乎没有额外缓冲时间 也难怪他会又累又捆 快要走不动路了 正在蒂姆考虑 要不要丢了小圆周这个大雷坠时 他找到了河流 这条河途经多条公路 沿着河流走 他可以到21公里外 有人烟的地方 不过关键问题出现了 他把船放进水里才发现 船底会漏水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船就会沉下去 蒂姆思索了一下 便带上他的斧头 走进了丛林里 这是一大片画树林 在这个季节 树叶很充足 里面能渗透出很多粘性物质 这些东西 可以被涂抹在船底 形成补丁 等到树叶完全干后 就能顺利起航了 此外 他还切了一块完整的画树皮 做杯子 咬了点水喝 一切都准备就绪后 才坐着船往下游开 坐船的速度 比走路的速度快几倍 不一会儿 他就到了公路了 只是河流平缓流淌 就像摇篮一样 他几次都快睡过去了 蒂姆觉得这样做不安全 于是 他找到了一个平缓的河岸 停了下来 准备安营扎寨休息一下 到目前为止 已经过了60多个小时了 而他只睡了6个小时 的确应该好好休息 蒂姆搭了两根绳子 把船摆放在上面 做了一个简易帐篷 他躺在下面 才睡了两个小时就又醒了 李小队给他设定的公路路线 不到10公里的路程 只要错过了 越往下游走 地形越陡峭 还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本应该聚精会神 观察周围环境 抓住机会离开河流 但因为蒂姆实在太累了 打短的时候 错过了下船时机 再过16公里 河流会变得更湍急 还会路过一个悬崖 他该怎么办 小队成员紧张地 观察着蒂姆的行动 发现他似乎 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于是赶忙穿上潜水服 在瀑布前面等他到来 还好约翰安排的 大本营离瀑布很近 否则真不一定 能够及时赶到 蒂姆的船很快冲来 大家都喊他赶紧下船 他一动船就翻了 河水猛的向他身上冲击 要不是杰克一把抓住了他 他差点就跟着小圆周 一起被冲下瀑布了 大家把他拉起来之后 一人一举骂他笨蛋 他整个人都懵圈了 当大家拉着他看瀑布的时候 他才醒悟过来 由于小队介入挑战 所以蒂姆这次挑战失败了 但从他的求成技能中 看得出他很熟练 也很有胆识 只是应付极地时 更考验生物中的功能 不过能有这样的成绩 已经很厉害了 他的确是个优秀的生存大师 好了 今天的挑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下一位 经历荒野挑战的顶级生存专家 会是哪一位 他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呢 点赞评论家关注 我们拭目以待吧